妃子进宫十年都未得恩宠 甚至连皇上的面都没见过一次 为了不让自己在皇宫孤独终老 妃子开始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苦练舞蹈 发誓一定要获得恩宠 而这个机会也很快来临 在太后寿宴的当天 田击轻步慢舞一昧飘飞 像美丽的蝴蝶般在荷叶上飞舞着 踏过娇艳的花瓣 轻盈地飞于天地之间 这果然引起了皇上的注意 奇了 真是奇了啊 众人看着她恶魔多姿的身影 几乎忘却了呼吸 皇上立刻询问一旁的皇后 跳舞的是何人 得知竟是自己忽略十年的妃子 皇上心中一阵苏玛 等到一支舞蹈结束 皇上迫不及待地让太监 将人叫到跟前 等看到妃子沉于落雁 碧月修花的容貌时 皇上更是心动不已 直接晋升了田击的位分 这让一旁的妃子都嫉妒起来 只有皇后露出满意的笑容 原来就在一天前 皇后在花园闲逛 偶然遇到了练舞的田击 一想到往日的宴会上 都是宠妃一个人万众瞩目 皇后便准备培养田击 让她在宴会上压过宠妃一头 田击顿时受宠若惊 发誓一定会抓住这次机会 只是宫中歌舞太多 如何跳得好于心情 能博得众人赞赏 那就看你的 田击文言毫不退缩 自信一定会在寿宴上一名惊人 皇后得知对方身为妃子 连一件像样的舞衣都没有 便立刻吩咐侍女 去给田击量身定做几件 她有预感田击定不会让自己失望 如今皇后看着一旁宠妃吃瘪的样子 心里暗自得意 她知道自己这局赢了 深夜皇上看着面前娇羞的妃子 忍不住从头到尾打量了一番 没想到被自己忽略的田击 也有出水芙蓉般的容貌 都怪她听信了小人的谗言 说田击的身上有股意味 这才在十年间从未召见过 何人居然如此道出造谣 放心 姑姑已将那两个小工人 重重地成见 把他们的鼻子割掉 田击文言心中一惊 立刻为造谣的人求情 希望皇上能放过他们 见田击竟如此善良 皇上心中更加的喜爱 随后迫不及待地当了一次新郎官 次日一早 田击满面春光 看着桌子上皇上赐给自己的珠宝 田击不禁感叹 他终于苦尽甘暗了 可还没等田击高兴两天 皇上在一次家宴上 又看上了刚进宫的月师莫愁 对方虽一身素衣不佳装扮 可轻力的模样 让皇上产生了怜惜之情 一曲结束 皇上满口的夸赞之词 而对于善变的皇上 众位妃子都快习以为常了 可这对于刚得宠的田击来说 却难以接受皇上的喜新厌久 一直在寝宫等到后半夜 都未等到皇上的身影 心中不禁产生了危机感 与此同时 莫愁正在住所收拾床榻 一旁的月师见状全都围了过来 开始一个劲的恭维 莫愁愁 等你当上娘娘的那天 可别忘了招应我们呀 莫愁文言丝毫没有欣喜 反而继续着手中的动作 无料次日一早 皇后突然找到莫愁 要亲自教习她宫中的礼仪 得知皇上有意纳自己为妃 莫愁不情愿也只能遵从 可宫廷的礼仪 对于莫愁一个民间女子来说 实在是难于登天 走路都还没学会 就把莫愁折腾得够恰 还不等她缓口气 皇后又找来了一批舞女 要教她学习宫廷的舞蹈 什么 还要跳舞 看着莫愁好似抗拒的样子 皇后立刻解释 身为皇上的妃子必须全能 等皇后离开 莫愁再也无法支撑 拍腿捶腰泪得不行 看着舞女们一成不变的舞蹈 莫愁几乎要打瞌睡 随后主动向她们演示了 自己民间的舞蹈 舞女们也没见过如此随性的舞姿 当即一起嬉闹起来 不料这一幕 碰巧被去而复返的皇后看在眼中 长发低头 见皇后大发雷霆 众人急忙跪地请罪 得知这一切都是莫愁的主意 皇后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一想到莫愁轻易就把自己提拔的田鸡 给比了下去 皇后转身就在太后和皇上的面前告状 称莫愁一个月是无事公归 竟和舞女们一起玩梦 太后最在意的就是皇家威严 立刻就要让工人去处罚莫愁 却被皇上阻止 皇儿还要替那个野丫头求情吗 皇上文言立马解释 她只是好奇莫愁将舞蹈跳成什么样子 才会让皇后震怒 听到皇上这么说 太后也来了兴致 干脆把所有的嫔妃都叫上来 一起评价舞蹈的好坏 若是莫愁果真跳得不堪入目 那便当场治罪 片刻后 莫愁当着众位嫔妃的面 再次翩翩起舞 恶魔的舞步彻底征服了皇上 可思想保守的太后却接受不了 一脸嫌弃地出声制止 这让一旁如痴如醉的皇上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为莫愁辩解 皇上文言不敢再反驳 立马顺着太后的意思降下惩罚 让莫愁今后都不能在宫中跳民间舞蹈 如此轻飘飘的处罚 让众人都十分不满 但没一个人敢反驳胜意 事后田姬与郑飞一同探讨 一个小小乐师 竟得到了皇上如此的青睐 田姬文言心中苦涩 就算他们这些妃子的舞蹈再好 对于皇上而言都只是救人而已 两位妃子对视一眼 不约而同在对方的眼中 看出了同病相怜的意味 意识到莫愁如今势头正足 田姬马不停蹄地来到她的寝宫 想要拉近与莫愁的关系 称自己当初被迫进入这深宫 无时无刻不再思念着家人 一番话刚好说到莫愁的心坛里 觉得眼前的田姬十分亲近 当即答应与她姐妹相称 这边皇上突然召集了所有的嫔妃 称皇宫中修缮好了新的宫殿 只是殿名还未想好 田姬文言当即说出自己的主意 不如让大家集思广益 一起为新宫殿取名 听到如此新奇的想法 各位妃子跃跃欲试 纷纷在纸上写下新宫殿的名字 看到郑飞用自己儿子的名字秘密 皇上尴尬得一笑了之 可等看到田姬将宫殿取名为莫愁时 皇上顿时眼前一亮 十分的满意 不得不说田姬准确的 钻住了皇上的真实心思 事后皇上不禁夸赞田姬的心胸开阔 如此家人在自己的身边真是福气 时间很快到了给新宫殿挂饼的当天 众位嫔妃都在猜测 新宫殿的主人到底是谁 唯有郑飞得意的不行 如今整个皇宫中 只剩下自己的皇子还没有单独的住所 新宫殿必然是自己儿子的 看到莫愁在新宫殿门口弹琴 郑飞白眼飞上天 话音未落 皇上缓步而来 牌匾上的红丑也在此时被揭开 莫愁宫三个大字映入眼帘 这让郑飞像是吃了苍蝇一般 就连皇后也大吃一惊 皇上竟对莫愁迷恋至此 跟当时的田姬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下郑飞彻底坐不住了 气愤地回到了寝宫 若是他再不出手 那皇宫将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一想到当初田姬和莫愁都因舞蹈 被皇上看上 郑飞便有意让自己的侍女小乔 去莫愁身边伺候 从而偷学舞异 让自己也有机会大放光彩 到了那边 好好替我照顾莫愁娘娘 听明白了吗 小乔听出了话中的杀气 急忙低头答应下来 等过了几日 小乔趁着深夜 把从莫愁那边学来的舞蹈 交给了郑飞 看着如此新奇的舞蹈 郑飞暗自记下了舞步 一个月后的宴会上 皇上看着一成不变的节目 觉得十分无趣 正想让莫愁上前跳上一舞 不曾想被郑飞劫了胡 皇上虽心有不满 却不好在众人面前 下了郑飞的面子 只能无奈答应下来 随后郑飞便迎着曲子 在大殿中摆了一个诡异的姿势 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中 开始了自己的舞蹈 可怪异的舞姿让人不忍之事 偏偏郑飞还自我感觉良好 辣眼睛的画面让众人十分不适 为了缓解尴尬的场面 莫愁急忙上前就场 娘娘 这我不是正票 郑飞闻言非但没有感激 反而嫌弃莫愁的多管闲事 太后见状勃然大怒 责令让郑飞退下 紧接着让武艺精湛的莫愁继续跳舞 宴会这才得以继续下去 等回到了寝宫 郑飞不禁大发雷霆 将一切罪责都怪罪到侍女的头上 罚她长嘴一摆 一想到今日自己丢脸的场景 郑飞就差钻到地缝中 莫愁 今天的仇 本宫一定不放 深夜皇上来到莫愁的寝宫 还带来了美酒邀他共鸣 其目的不言而喻 可莫愁却还没做好准备 面对皇上的殷勤 莫愁表现得十分抗拒 这让皇上面露不悦 见莫愁最终还是喝下了酒 皇上这才有了好脸色 看着眼前的角色美人 皇上一只小手就伸了过去 这让莫愁吓得急忙起身 可皇上哪里还能忍耐 他退他追他插翅难飞 就在两人要成就好事时 门外的太监突然来报 表示今夜突降大意 天雷劈断了皇宫的柱子 以为是天意不让自己宠幸莫愁 皇上这才不甘心地离开了寝宫 留下莫愁一脸恐惧地坐在原地 此事很快就传到了太后那里 他没想到一个月师出身的妃子 竟将自己儿子迷得神魂颠倒 如果太后觉得我做得不好 将我赶出宫便是 放肆 太后这下彻底震怒 当即下令让莫愁去石子路上跪着 好好反省一番 这边郑妃与其他妃子正在赏花 刚好看到莫愁受罚 见郑妃一脸幸灾乐祸地想去观看 田姬急忙出声阻止 却挡不住郑妃的脚步 等来到莫愁的身边 郑妃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不禁出言讽刺 他以为莫愁有多大的能耐 把皇上迷得牵肠挂肚 可到头来也不过如此 看着莫愁可人的面容 郑妃让他好自为之 随后便离开了此地 田姬见状也于心不忍 又不能违背太后的旨意 只好跟着一同离开 天气说变就变 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就下起了大雨 滂沱的大雨加上石子路的坚力 让莫愁体力不知瘫倒在地 远处未走远的冥妃见状 急忙上前将人救起 而昏迷中的莫愁 无意识地叫着心上人的名字 这让一旁的迎妃瞬间明白 莫愁已经心有所属 等到他醒来 迎妃不禁好奇 为何迎妃没有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见对方闭口不谈 迎妃也不好强求 她十分羡慕莫愁 能在这深宫之中有些盼头 莫愁闻言失落不已 自己再有盼头 可心上人早已有了欺世 迎妃闻言不以为意 皇上不也是有了皇后 还那了许多的妃子 莫愁的通透 让迎妃不禁长叹一声 在这后宫之中 最猜不透的就是皇上的心 正在两人交谈之际 皇上马不停蹄地来到寝宫 看着莫愁苍白的脸颊 皇上一脸的心疼 随后接过药碗就要亲自喂药 却被莫愁阻止 皇上见状也不恼怒 反而试探莫愁的烧是否退了 不料尽遭到了强烈的反应 汤药也撒了一身 莫愁急忙跪地请罪 表示皇上身为一国之君 属世不应该做这些个小事 见莫愁不知好歹 皇上也并未发怒 只是趁隔日再来看他 等到皇上离开 迎妃不禁为莫愁松了一口气 一旁年老的嬷嬷却恭喜莫愁 皇上不仅专程来看他 就算莫愁有不敬的行为 皇上也并未发怒 看来莫愁深得皇上的喜爱 我倒希望她惩罚我 最后将我赶出宫 迎妃闻言何尝不知莫愁的苦楚 在这皇宫之中 每一个女子都不是肆意而活 就算是圣极一时的田基 如今不也是失了光彩 由此可见 皇上的宠爱只不过是过眼一年 凡事还是看淡的好 接下来后宫还会发生哪些故事 关注八两下集更精彩